記碼方式不要用Big 5啦 用UTF8 好不好看 這時候有沒有發現 資料就OK了 反正不外乎就是Big 5 不外乎就是UTF8 原因剛剛有提過 主要就是微軟不要跟人家一樣 其實他也有道理 因為Windows試占率還是最高 你看至少 不知道記得 應該有八成吧 不知道是不是有沒有 因為Mac好像有成長到 反正是10還是多少 但是加起來還是沒有他一家大 所以他會想說 那我幹嘛跟你 應該是你們跟我一樣嗎 怎麼會是我跟你們一樣 所以他就一直在堅持 那沒辦法 這個應該短時間沒辦法說統一的 這個沒有了 所以理論上知道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Pattern Forms 主要就是編碼方式 然後將來就網址改一下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練習完 你覺得說這個資料 我覺得我還想要換別的 別的縣市 或者是說台北市除了住宅之外 還有汽車、機車、自行車 還有搶奪 一堆的相關治安的數據 如果你要爬的話 用一樣的方式 一樣可以爬下來 好 所以爬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第一步就OK了 所以應該知道第一個範本 第二個的話 我們剛剛有寫了兩個插入欄 插入哪一欄 就第一欄這邊插入一個年 然後再一個區 所以如果我想要一個什麼 再寫一個插入欄的程式的話 其實很簡單 以後如果你要寫 有些可以用錄製的 但有些比較簡單的話 我會選擇自己寫就好了 寫的方式基本上第一步 一定是sub開頭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寫一個sub 那個功能就是把我剛剛做那個插入欄 並且輸入欄位名稱 然後輸入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 全部都把它寫成 因為每次重複太多費時間了 所以我們寫的話 開頭一定是sub 然後後面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有資源中文 所以我就給它一個名稱叫插入欄 插入欄好了 OK 所以你就是插入黏也可以 OK 插入黏這個欄位 好 然後按Enter 或者甚至給一個名稱黏好了 比較簡單 這黏 OK 那你會發現Enter之後的話 VBA還滿聰明的 它會自動幫你補小瓜 和Enter sub 所以我自己個人習慣還滿喜歡這樣 Enter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就產生了一個 黏的sub其實是副程式 那這個東西要做什麼 第一個插入欄 第二個的話就是 那個欄位名稱 加公式加上填滿 這個四個動作其實是四行程式 那理論上我是可以寫 不過雲端上面其實也有答案 你們往下捲動 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 在第幾頁 在第十三頁的地方 這四行其實就是我們要的 感錯C一下 有沒有插入欄 OK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我是把它貼到黏好了 那個sub名稱不一樣也沒有關係 主要就是說你規則要正確就OK 各位可以看懂 你可能要學會的物件 第一個是colons colons指的是欄 哪一欄 D欄 後面有一個方法 叫點金色 就像一個動作 我要插入欄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在哪一個儲存格 D1儲存格加一個黏這個字 D2儲存格加一個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 就是autofill 從D2一直填到最底下去 所以我按F8好了 一樣 所以第一步 有沒有 插入欄 有沒有發現這邊堆欄了 第二個 在D1上面增加一個黏這個字 有沒有 黏這邊字就出現了 再加入D2是一個 有沒有 這邊顯示它是顯示結果 如果你儲標放在這個上方 這邊也會顯示出它的公式 向下填滿的話 autofill應該會 就是這個空點快點兩下 因為之前還是有同學 只會向下拖 其實點兩下就直接到底就對了 autofill 它的這個英文的名稱 autofill 所以把它F8 向下填滿 好了 所以黏OK的話 那區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你甚至可以把 這個sub有沒有 把它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甚至可以把它改成叫區 那區的話呢 其實 它改的方法就是 在哪一欄 再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在 區欄吧 OK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 VPA移動一下 放在旁邊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叫 叫Colens 區欄 所以這邊改成區 然後在哪個 有沒有 區欄這個地方 插入一欄 然後 不過這一行不加其實也 OK 因為本來就是空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假設一樣加 然後在G1的地方 加上一個名稱叫做區 所以其實有些程式 就是假如你寫完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拿來 拿來做修改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的話 那個公式 不知道記不記得 MID 等於MID 然後抓什麼資料呢 抓應該是F2 所以這邊把它改F2 然後從第幾個字呢 豆點後面加一個4 從第四個字 再一個豆點 取三個字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公式 放在G2裡面 然後並且 所以喔 底下反正你看到 第一都把它改成G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喔 他就可以幫你全部 做剛剛一樣的事情了 OK 好 那所以年跟區都有了 執行一下 OK 這邊就有了 不過這邊會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你說老師那這個區域有點太寬了 我其實不要那麼寬耶 我其實只要 就是寬度大概拉過來一點點喔 大概這麼寬 這麼寬就多寬 你油標放上 你點擊有沒有 上面會顯示寬度有沒有 會有個數字 那如果你希望他的藍寬 變成大概只有10好了 OK 比如大概10啦 因為10太難控制 大概這麼寬好了 那你要怎麼 讓他再插入一藍之後 自動調一個藍寬 這也蠻重要的 所以最後其實你還可以加一行敘述 就是我插入這一藍之後 我把這個藍寬 哪一藍 你跟他講 Column是G藍 所以這個物件給他 他的藍寬就是一個屬性 屬性的話就是 其實還蠻直覺 叫Column Column 就是藍 寬的話就Wish W-I-D-T-H Column ColumnWish 就是他的藍寬 那你後面加上等於10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 這一藍的藍寬 幫我調成10 如果你確定OK的話 所以等於是多一行而已 這個藍寬其實還蠻常遇到 因為他插入藍的時候主要會 怎麼講 延續前一藍的藍寬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寬 因為前面F藍太寬了 他過來的話也會這麼寬 那我們可以再跑一下程式 所以把G按右鍵先刪掉一下 因為如果你在插入會重複 所以我就把這個刪掉 然後按F8 讓他重跑一下 這個區加進來 然後公式加進來沒問題 向下填滿也沒問題 然後藍寬最後一行 按F8 也沒問題 好 那理論上 這兩個都OK了 好 那OK之後的話 最後 我們如果假設 你希望 你想說老師 那這兩個sup好像有點太多了 不然這樣會把兩個合併在一起 如果你要把兩個合併在一起 那不如乾脆這個叫插入欄好了 所以把 就兩個變一個的話 那就是變成說 只要變一個sup 一個sup的話 就不要黏跟區 乾脆叫插 把二合為一 這個叫插入欄好了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 end sub 跟sub defeated 就是把 這一段